之前有在微博上hashtagaskbobby 让大家留下一些问题 我可以在这支视频里面回复大家 谢谢你们的问题哦 那这支视频里面呢 一共会回答你们30条问题 布罗索隆直接嵌入问题吧 第一条问题 杰拉尔丁问特别想知道 你大学是学什么专业的 我大学是学的double major 一个是hrmanagement 另外一个呢就是management 其实总括来说呢就是学的管理吧 第二条问题 毛小睿mm问 bobby姐孩子逐渐长大的话 你还会有继续工作的打算吗 可能会有这个打算吧 因为我不是一个能闲下来的人 大家也看见我带着两个孩子呢 也坚持不懈的在做视频 所以我是一个不能闲下来的人 一定要找点事情给自己做 第三条问题 superbomb问 想知道你怎么理财 做家庭主妇养两个宝宝开销 和你自己的花费怎么支配 这条问题呢在那两百多条问题里面出现过很多遍 那在这里也回复一下大家 满足一下你们的好奇心吧 我老公呢是注册会计师 所以家里面的理财呀 然后支配都是由他来支配的 我呢是只负责花钱的那个 第三条问题 蒙呆扑扑问 我想问一下 最近你是怎么保养的 有吃什么内服吗 感觉你的气色和皮肤方面有很大的改变 求一定要回答 其实我自己呢不太吃一些美容的保健品 之前呢我有吃过 例如胶原蛋白粉 还有葡萄籽这些我也有吃过 但是我觉得效果不大 如果你要吃这些美容保健品的话呢 最好就是长期吃 其实吃个一个两个月呢 是看不出来什么效果的 那我自己平时呢会炖一些汤 这些炖汤呢也是由老公去负责的 比如说在MC后会炖一些厄椒汤 或者是虫草花 这些呢都是用来炖瘦肉 我自己是受不了喝鸡汤 因为会太燥 所以都会用瘦肉来代替 还不错 平时呢也会吃一些雪尔莲子百合 就是这样子清炖冰糖来喝 这些应该算是我的内服保养品吧 接下来这条问题 肚皮五是谁问 在一个全新的国家真的能够融入这个社会吗 新西兰福利是不是真的很好呢 首先回答你第一条问题吧 是不是能融入社会这个是看自己 不是说我告诉你听能融入社会 你就可以融入社会 那第二条问题 新西兰的福利是不是很好 是的 新西兰福利是很不错 但是这个福利呢 更针对的是一些贫困的家庭 或者是针对一些收入非常低的家庭来说 接下来这条问题 俊宝胖虎妈问 想知道巴比当初为什么会决定移民呢 其实应该说是顺其自然吧 我跟老公呢都是在这里读的高中 读的大学 然后找工作 那因为很喜欢新西兰 所以当时我们也决定技术移民 在新西兰就是这个样子 很简单 提单位 是叫位吗 我有读错字啊 你有没有黑头怎么弄的 以前十几岁的时候会有 因为那个时候呢 我发现T区的出油量是比较大的 当时因为黑头比较多 所以我会用青春棒去处理黑头 清洁完之后呢 我会用一些收缩水 沾湿化妆 敷在去过黑头的部位 这样子可以让它急速的收缩 那化妆水呢 我建议是可以放在冰箱里面冰镇一下 因为冰镇过之后 它的收缩效果会更好 所以这个呢 是我自己的一个小方法 它在时间外面问 怎么去闭口呢 我自己的这个方法 其实用过很多年了 我觉得还蛮有效的 我很少长闭口 如果长的话呢 我一定会用痘痘膏 就是不定时的 就会擦在那个闭口上面 然后大概隔个两天左右吧 我觉得我的闭口就会张口了 白羊做的小心情问 巴比我想问一下 关于各类彩妆品 打开之后的使用期限问题 你打开之后 多久就不会再使用了呢 还是按照上面的要求吗 通常我在打开美妆品之前呢 我都会看一下 它打开之后的保存期限 是多长时间 如果我觉得那样产品 是我在那个期间用不完的话呢 基本上我是不会打开那样产品的 如果说像唇膏粉底液的话呢 基本上我不会按照它后面 所说的就是打开六个月 或者打开一年使用完毕 因为粉底液像我自己如果多的话 根本不可能一年使用完 我可能会使用两年左右 但是也是看产品本身的质量 有一些粉底液呢 长时间不用呢 它就会好像有一层油在上面 就是自己要测试一下 如果你觉得那样产品 还可以用的话呢 那你就可以继续使用 但是有一些产品呢 一年之后如果你不用 你会发现它的质量有变 那一些产品呢 可能就不太适合继续使用了哦 所以自己呢要拿捏好 想问一下怎么在新西兰定居呢 有什么条件 关于这个问题呢 大家可以上新西兰的移民局官网 查看一下的 那据我所知呢 有两种途径呢 是最受欢迎的 首先第一种呢 就是技术移民 那第二种呢 就是投资移民 至于怎么移民呢 它的政策每一年 其实都有一些变化 那我移民已经很多年了 所以最新的移民条件呢 我是不太清楚的 大家可以到新西兰的移民官网 去查看一下哦 如果你感兴趣的话 穿碎花布的猫问 想知道芭比姐对 二十四五岁左右的妹子 在谈恋爱和婚姻家庭方面 有什么建议或心得分享 我觉得这个话题 如果要说的话 可以说整支视频吧 那如果简单说的话呢 就是互相信任 以臣相待 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 首先就是对自己和对对方 有足够的信任度 第二就是以臣相待 你在要求别人为你做什么之前呢 你要想一想 你有没有这么样去对别人 所以不要总是要求 对方为你做什么 也要想一想 我可以为对方做一些什么哦 接下来这条问题 Fairy小米问 化妆刷大概是多久清洗 比如说我今天化的妆容 是用的清新颜色 明天化烟熏颜色 那化妆刷要化一次 清洗一次吗 还有就是那个 深姜洗发水控油吗 头发特别油 一天洗一次 主要上面超级油 下面很干 还老掉发 我先回答你第一个问题哦 眼影刷如果说 你要换颜色使用的话呢 最好可以用 这样子的化妆清洗液 去做一个小洗的动作 就是用一张厨房纸 把这个洗刷液倒在厨房纸上 然后清洗刷具 这个是一个快速的方式 清洗刷具 然后马上 那个刷子就干净 待一会儿呢 你就可以使用了 关于清洗化妆刷和美妆袋呢 我之前有跟大家分享过一支视频 那这里就不多说了 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呢 可以回顾一下 那一支洗刷子的视频哦 回答你第二个问题 生姜洗发水控油吗 我觉得它没有特别强调控油 但是它洗完之后呢 是非常清爽的 头皮也会觉得很舒服 我自己用生姜洗发水已经用了好多瓶了 用下来的感觉呢 就是用完了之后 头发的清爽度有增加 并且头皮呢 有一种舒缓 像被按摩过的感觉 另外就是掉头发的现象有减少 J金小金问 分享一下蜡烛怎么完整的烧完 不会烧出坑 这个问题呢 也有很多同学问 那我在这里呢 也统一回答一下大家 蜡烛会不会烧出坑呢 其实好的蜡烛是不会烧出坑的 像我身后这个蜡烛 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见 如果你的蜡烛本身质量够好的话 它会是平平的这样烧下去 当然每一次点燃了蜡烛之后呢 最起码你都要让它烧两个小时 这样子呢 蜡烛才会烧得均匀 这个时候可能也有同学问了 那如果烧出坑 不是旁边会沾很多蜡 这样子很浪费啊 之前我也有拍过一个DIY的视频 如何处理这些剩下的蜡 那如果感兴趣的话呢 也可以回顾一下那一支视频哦 其实说的非常详细的 接下来这条问题 当初年纪这么小 怎么决定自己出来上学的 关于独立啊 自己生活啊什么的 这个我在想 也是很多同学关心的 是不是我迟一点 应该录一个视频 是跟大家分享一下呢 那我在这里简单说一下好了 我当年出国呢 是因为我爸的一个朋友的小孩 也有在西西兰 那他们是通过中介公司 办到这里来的 那我呢 同样也是通过中介公司 办过来的 过来之前呢 其实所有的东西 比如说像学校啊 居住的地方 都有提前安排好 那我直接人过来呢 就可以开始新的生活了 那至于我为什么会决定出国呢 当年十几岁 我觉得也有点小叛逆的心理吧 想自己出来闯一闯 想自己一个人感受一下 独立自主是什么感觉 因为在国内呢 太得父母宠爱了 父母天天都捧在手心里面 所以我觉得有点像 一只笼子里的鸟 那种感觉 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理解呢 就是很想破龙而出的那种感觉吧 接下来这条问题 小韩的妈妈好幸福问 请问你们像当地老外一样 月光族吗 因为你买任何的东西 感觉都好有质感 但是目前你家就你老公工作 所以才问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我觉得问的 其实国内国外的人 有一些想法还是一样的 就是年轻人 他们不会在意说月光族 国内相信应该也有很多月光族吧 因为我们是有一个家庭 所以我们一定不会是月光族 至于我买的东西精致 我想问一下 精致的定义是什么呢 我觉得我买的东西 性价比都还挺高的 像一些很贵的东西呢 我都会等到这里打折的时候才入 我觉得有了家庭之后呢 应该会过日子吧 接下来爱之恋DH1 如何保持身材的 其实说实话 我从生完两个孩子之后呢 就没有想过要减肥这一回事 因为之前也有跟大家分享过 我妈呢 是两个孩子大概三个月左右 她就回广州了 那剩下的时间呢 就是要由我自己一个人 去照顾两个孩子 如果当时我去做任何减肥的动作 大家也知道我不喜欢运动 所以如果减肥的话 可能会用一些不健康的方式 那我又不愿意 因为我很害怕 我减减下肥呢 晕倒在家里 那两个孩子怎么办呢 所以我基本上 没有太想减肥这回事 我的住产室当年有告诉我 停生完两个孩子之后呢 是会比生完第一个孩子 瘦回来的时间要慢的 当时我也没有想太多 就是让他慢慢的瘦下来吧 那现在其实我也没有完全 瘦到生孩子之前的那个体重 慢慢来吧 我觉得不要太急促了 因为我觉得减肥这样东西呢 在短期之内突然间瘦太多呢 其实并不是一件好事 对身体算是一个蛮大的伤害 哇嘴巴好干啊 我都忘记拿杯水过来了 接下来于小璇303问 想问问吧比在孩子的教育上 有做什么功课吗 那现在呢就没有说看太多的书籍是关于如何教育孩子 因为我觉得每家的教育方式都不一样吧 而且每个孩子的性格都不一样 所以不可能说笼统的一种教育方法适合千万个孩子使用 接下来这条问题想知道你做了这么长时间 家庭主妇会觉得和社会脱节了吗 有朋友吗 都在哪儿交的朋友 还想知道你怎么安排家务 不可能每天都做吧 首先第一个问题和社会脱节 我觉得不会啊 完全不会脱节 为什么会脱节呢 其实这个之前我也有在微博里面 跟不知道某一位同学有提过 我觉得家庭主妇不会脱节 因为现在信息量真的非常大 只要你愿意和社会接轨呢 你就可以和社会接轨 那接下来你的问题是有朋友吗 当然有朋友啊 都在哪儿交的朋友呢 有一些是朋友的朋友 有一些是大学的朋友 有一些是高中的朋友 其实我在这里的生活也有十几年了 那你们说我在这里交的是什么朋友呢 另外就是说一下安排家务 其实之前我也有提过 我每一天呢都会做一些家务 不是说家务会在一天之内全部把它做完 每一天做一点 如果你是有家的人呢 应该知道家里的事情呢 是永远做不完的 所以每一天做家务一点都不奇怪啊 接下来这条问题 千年小妖问 芭比你平时会用美容小仪器吗 例如日历的清洁导入器 按摩棒等等 我现在最多用的呢 就是我的洗脸刷 那现在我的洗脸刷呢 也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的洗脸刷坏掉了 我的Clarisonic洗脸刷坏掉了 所以 嗯 其实用下来我自己觉得还好 就是不会说让我觉得太惊人的效果 我也打算不再入任何的洗脸刷了 我就直接用手清洁脸就行 那至于其他的仪器呢 我也没有考虑购买 因为我知道我自己在买了这些仪器之后呢 顶多就是三分钟热度 而且这些仪器呢 每一样价格都不菲 所以 嗯 我觉得我不会入这些仪器 我目前呢也没有再用任何的仪器 接下来这条问题 OYJC问 自己一个人的时候有过迷茫吗 例如孩子上学了 老公上班了 只有自己一个人在家的时候会迷茫吗 呃 不会呀 因为我每天都有忙不完的事情 大家想一下我要录视频 我要编辑视频 我要做家务我要照顾孩子 这一些东西其实已经够我忙了 我觉得生活只要充实呢 这个人是不会迷茫的 如果生活非常的空虚的话 就会有很多胡思乱想的东西 涌到你的脑袋里面会乱想一通 会迷茫 所以让自己的生活充实起来吧 这样子呢就不会让你有时间迷茫 不会让你有时间失忆 接下来悠悠辛华问 芭比姐如何改善T区因为出油的毛孔问题 毛孔大了还能收回去吗 这个问题呢之前其实也有回答了 我通常自己呢都会使用深层清洁面膜 然后冰敷收缩水 我觉得这个效果对于我来说还挺好的 所以大家也不妨试试看 其实我在十几岁的时候皮肤出油的情况还蛮厉害的 属于是混合性偏油的肌肤 我觉得只要用对产品适合自己的皮肤使用呢 状况是会慢慢的改变 另外要说一下就是对症下药 这个很重要 接下来阿头部8989问 芭比你还记得我吗 那时候我考试 你祝我成功 成绩单下来了 我的考试过了 真的超开心 谢谢你的鼓励 还有我马上要结婚了 有点小紧张 不知道如果婚后吵架了要怎么办 请问你是怎么样 让你的婚姻那么美满 总是觉得你跟先生超爱对方 而且还不那么腻歪 不叫腻歪 情侣之间吵架 我觉得再常见不过了吧 但是吵完了之后冷静一下 要想一想这个事情怎么解决吧 因为日子如果还要过下去的话呢 总要想到一个解决的方法 两个人都可以接受的 吵完架之后 两个人都可以冷静一下 然后想要谈的时候呢 两个人都要坐下来好好的谈 找到一个两个人都可以接受的那一个点 那个很重要 我觉得 其实对于这些问题呢 我之前有在Couple Q&A那支视频里面 有回复过大家的 大家不妨去那支视频里面温习一下哦 接下来团仔是胡不掉姑娘 名字还挺可爱的 姐姐对于上班族一直对着电脑 应该用什么产品 如何能够防止长班 我的建议是不论外面下雨 阴天还是下雪 每一天都一定要擦防晒 这个非常非常重要 接下来土豆大姐姐F1 和老公的相处方式 其实两句话就可以概括 互相尊重和互相理解 笼统一点说呢 就是把对方当人看 贾青青的巧克力天堂问 想问Bobby有没有保持爱情新鲜的秘籍呢 会对先生无条件信任吗 我现在也是全职太太 不过还没有宝宝 我觉得保持爱情的新鲜度呢 不是一个人去做 而是两个人共同去做的一件事情 那如何保鲜呢 其实我自己还真不知道诶 但是我只知道两个人呢 一定要站在同一起跑线上 或者是跑在同一个点上 这样子呢 对对方呢 就会不断的有一些新鲜感出来 如果说一段恋爱 一个人跑得很远 然后另外一个人呢 就追得很辛苦的那种 不论是恋爱也好 婚姻也好 我觉得这样子呢 是比较辛苦的 那两个人呢 都一定要共同的去努力 共同的去为这个家努力 回答你第二条问题 会对先生无条件的信任吗 当然会啊 既然嫁给他了 我就要对他有120%的信任 当然先生呢 也要不断的跟妻子沟通 告诉妻子现在在做一些什么 或者会跟妻子商量一些什么 并不是说盲目的去信任 接下来小丸子 ZZ的名字叫K啊 问心情不好的时候 怎么调节自己的身心啊 我最近和男朋友吵架 心情很不好 但是一想就觉得很委屈 想哭 有没有什么比哭的方法更好呢 对于这个问题呢 我之前有做过一个 关于减压的视频 那希望你能够回顾一下 那支视频 其实有很多种减压的方法 不一定非要用哭哦 希望那支视频能够帮到你吧 接下来这条问题 对于没用多久 又过期了的化妆品怎么处理 通常我都不会让自己 处于一个这么尴尬的阶段 但是如果真的有 比如说像面霜的话呢 我通常过了期都会用来擦身体 或者是用来擦脚擦手用 不会说直接就把它丢掉 因为那样子太浪费了 那如果像一些脸部的磨砂产品 我不喜欢的话呢 我也会用它来磨身体 用掉总比丢掉要环保嘛 马小玉问 芭比姐姐你能说一下 你是怎么分配打扫家里 照顾孩子 做饭等时间吗 嘿嘿 作为一个女生 我也想家里整齐一些 送完孩子回到家 差不多8点45分左右吧 我就会开始煮早餐 弄早餐 然后跟老公一起吃早餐 吃完早餐之后呢 我就会坐在电脑面前 看一下你们的留言 然后回复你们的留言 之后呢 可能就会开始收拾一下家里 我不会全家全部都收拾 可能今天就是洗衣服 或者今天就是扫地 做几样的事情 到了中午11点钟 如果仔仔在家的话 他现在是一个星期上三天幼儿园嘛 那他有另外两天是待在家里的 11点钟我就会开始给他做午餐 大概11点半呢 就会吃完午餐 我就会让他休息15分到半个小时 然后就去睡午觉 那他睡午觉的时候呢 我就可以又回来这里编辑视频了 两点多 仔仔醒了之后呢 就会给他弄一些afternoon tea 也就是切一些水果啊 吃一些饼干啊之类的 早上呢也会有morning tea 就是给他吃水果 吃饼干 就是类似这样子的 然后差不多三点多钟呢 我就要开始准备晚餐了 就是会把晚餐的食物 会提前准备好 如果那天的晚餐 比较复杂的话呢 我准备好食材之后 就会开始做晚餐了 下午呢 有的时候会是老公去接孩子 有的时候会是我去接孩子 就是depends 看那一天晚上是谁做饭 如果是他做饭的话呢 那就是我去接孩子 如果是我做饭的话呢 就是他去接孩子 晚上回来之后 六点钟应该不到吧 就要开始吃饭了 吃完饭之后呢 就会给孩子洗澡 洗完澡 他们是七点或七点半睡觉 最晚七点半睡觉 基本上一天就是这个样子 接下来莫小莫VV问 每天几点睡觉 几点起床呢 晚上的话大概是十点钟睡觉 然后早上的话是六点半 或者是六点四十五左右 我就会自然醒 接下来喳喳的熊熊问 怎样才能交到更多的朋友 朋友圈二十人要哭了 我觉得这个问题是不是问错人了 我对朋友的定义呢 是贵金不贵多 我宁可身边有十个非常好的朋友 也不要身边有一百个酒肉朋友 就是这个样子 最后一条问题啦 想胖爱KR问 新西兰一般什么月份玩最好呢 看你想要来干些什么 如果说你是想来滑雪的话 那当然是冬天来咯 新西兰的滑雪季节呢 会有很多外国人到这边来滑雪 那如果说你是想过来感受一下 圣诞节的夏天是什么样子呢 你可以趁年底的时候过来 因为难得圣诞节的时候呢 我们是穿着背心短裤 在海边度过的 是一个蛮特别的日子 呼 好了 所有的问题呢 都回答完毕了 希望你们会满意吧 如果没有抽到你的问题 不要失望哦 如果这期视频反应良好呢 接下来我也会不定时的 跟大家更新 hashtagaskbarbie的 所以大家还是有机会提问的哦 希望你们喜欢这期视频吧 谢谢大家观看呢 我们下一次见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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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